职场新视野 改变新观点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乔美伦老师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职场新视野 我相信在这些年 大家对食安的问题越来越关注 我们早先认为 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还OK 我们常常听到别的地区 有地沟油或者是黑心的奶粉等等 我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可是这几年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普世的问题 无论是什么国家 什么地方 往往都会有食品安全的问题 特别我们前几年也有 这个油品出了问题 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 都陆续的出现了 有一些商家用比较不正确的方式 来处理食品的事情 甚至我们也越来越发现很多的添加物 其实越多的添加物可能对身体危害越大 今天我们就从食品的角度来思想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民以食为天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熟悉 有时候我们也说吃饭皇帝大 所以你会发现 人活着虽然不是单靠食物 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这是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说的 可是我们也会发现 其实人还是需要食物 而且吃进去的食物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食物 我相信从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其实非常在乎 我们究竟吃到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来看上帝创造万有 其实就是成为我们饮食的来源 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 上帝赐福给人 要人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还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各样行动的活物 我们知道治理这地 其实就牵涉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包括土地的开发 包括农产品的营作 包括物品的流动 其实都在治理这地的里面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提醒说 要注意深海鱼 可能因为大鱼吃小鱼 小鱼的身上有很多的重金属残留 那大鱼吃小鱼之后 大鱼身上的重金属残留就会更多 所以你会看见果然 上帝当时候说 还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等等 这些其实都跟我们 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食物链的一环 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上帝告诉亚当夏娃说 看啊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书 和一切树上所结有何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这就是我们看见上帝让万物多多滋生 让植物发展 让这个产业兴盛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其实就是要成为人类的食物 那当然 无论是走兽 无论是飞鸟 无论是其他的活物 上帝说有金草 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也给他们做食物 我们今天从食物链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 其实在食物链的每一个环节 他们所吃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有一天最后还是会连接到人类的身上 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 上帝也非常看重 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可以吃什么 我们好几次都谈到 上帝所赐给以色列人的是流奶与蜜的土地 这个流奶与蜜其实就是跟食物有关系 我以前有解说过 所谓流奶不是那个土地流奶 流奶是指的是畜牧业非常的发达 流蜜指的是这个作物非常的发达 农作物非常的发达 也就是说上帝带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 他承诺他应许这是美帝 为什么是美帝 因为有很多好的产品可以供应他们的饮食 所以我们看见 其实我刚才一开始开中迷就说 其实上帝还很在乎我们吃的是什么 那在约尔书第二章的时候 上帝也告诉他们说 我要赐你们五穀辛酒和油 使你们饱足 这个东西也是跟吃有关 所以我们说 其实上帝很在意我们吃什么 上帝也很乐意让我们可以吃得饱足 在以色列他们所谓的流奶与蜜 这个有很多的人告诉我们 在他们的土地上有大麦有小麦 有无花果 有这个葡萄 有橄榄 有石榴 我们一直看到现在 以色列还有很多这些 我们常常很多人去以色列 会带回来很多这些美好的这个果实 有的时候是带无花果干 有的时候带这个枣椰等等 你就会发现 上帝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在供应他们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跟持有关系 既然上帝让人治理大地 是让万物之身使人可以得着饱足 因此人跟大地之间彼此之间 就应该有一个 我们现在社会比较容易说的一个说法 叫做友善的关系 所以友善的关系 就是不是去剥夺 不是去滥用 不是去耗损 而是用一个使土地也能够得着滋养 土地也能够得着富裕的一个观点来看 比方说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而言 他们工作六天第七天 他们要安息 土地也要安息 牛驴也要安息 到了工作六年第七年的时候 土地也要安息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个土地安息 从今天的角度来讲 就是修根 那修根的目的是什么 修根就是让大地也可以重新得着滋养 那可是我们今天看见 人跟大地的关系 往往是不友善的 比方说我们在高山 我们可能砍发了很多的树林 导致土石洪流 那土石洪流的结果就是很多的生态的情况就被破坏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看见 这个生态被破坏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植物 动物的生存的空间都受到挤压 甚至河流也会严重的污染 我们看见这些人类没有正确的 友善的对待大地的一个方式 甚至没有正确友善的对待 动植物的一个方式 到最后其实是会反馈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看见有的时候在其他的国家 大量的养殖鸡 你有看到一些影片 那鸡全部是挤在一个黑暗的这个空间 只是一直不停地喂食 快速地长大 快速地宰杀 然后就有大量的供应 有的地方牛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养殖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人说这种养殖 集中式的养殖 鸡或者是牛的结果 其实这些动物是不快乐的 当这些动物不快乐的时候 其实他们所释放出来的 那个身上的这个 这个是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东西 我们会发现变成食品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同样会产生这个影响 在人体的身上 所以我们会看见 友善大地 友善万物 顾惜万物 我们看见上帝是顾惜万物的 上帝不只是顾惜人 他也顾惜 所以这个安息日的时候 上帝说不但你休息 你的牛 你的驴也要休息 大地也要休息 生命纪25章也讲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雅各在赶羊的时候 他也说这个母羊生小羊 我们要慢慢地走 我们要照着这个母羊 如羊小羊的这个速度 然后不能够把这个牲畜 太快的这个驱赶 以至于他们受到很大的一个耗损 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 呈现的是非常 与万物一个共生和谐的一个关系 以至于万物受到了眷顾 万物受到了这个僵袭 以至于他们就会源源不绝地 来供应人类之所需 不但是万物被顾惜 动植物被顾惜 而且圣经中间也非常看重 正确的加工 我们现在的食品的问题 都是过度的加工 过度的添加 甚至现在当然要求标示要更清楚 可是早些的时候我们看那些 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 这个所标示的或者是没有标示出来的 到底是添加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华人在很多的食品的里面 也会反复地处理 所以过度的加工 有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 可是你会看见在圣经里面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说这个东西是应该用蜜来调和 这个应该用油来调和 这个东西才能够加效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自然界里面 它是有一个法则的 什么样子的加工 对食品来说 其实是加分而不是减分的 再来我们会看见在圣经中间 也非常看重公平的交易 在圣经中间 在先知书的里面 阿摩斯先知指责当时候的一些行不易的人 特别对弱势的农民 给予剥削跟生存的挤压 在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说 你们践踏平民 向他们勒索麦子 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 却不得住在旗内 栽种美好的葡萄园 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上帝指责这些行不易的人 你们虽然是剥削别人 可是你们也得不着祝福 这个我在节目中常常提醒大家 得祝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可以用强势的方式 可以获取更多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拜祝福之下 我们所获取的更多 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项祝福 阿摩斯书八章五节这边说 你们说月术几时过去 我们好卖粮 安息日几时过去 我们好摆开麦子 卖粗又小生斗 收银用大等资 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 我们好说古代就有这样的情形 我们看见台湾其实 早先这个农业业势 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一个地方 可是我们也会看见 有的时候也会小农 受到一些中盘 大盘 一盘一盘盘上来的时候 他们所得到的收益 可能跟他们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是不相等的 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小农复苏的一个时代了 非常多的小农开始自己 开始营销 开始打通路 那所避免的其实就是这个盘盘的 这一个一层一层的这个 我们也不敢说是剥削了 可是呢 一些不见得完全对等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易的方式 所以我们会看见在旧约的时候 上帝就清楚地指责这样的人 他说你们是卖出用小生斗 收盈用大等子 也就是说便宜买进 这个高价卖出 用诡诈的天品气哄人 所以上帝指责在这样子的一个 特别指的对弱势的 对农业的 这些人的一些不公义的一个对待 那在这个有的时候呢 也会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间 我们就说有可能会有错误的这个 不正确的添加 好像以前我刚才讲 我们说油啊 或者是很多其他的产品 会有这个无良的产品出来 在以色亚书第一章二十二节 上帝也指责他们说 你们的银子变为渣者 你们的酒用水参对 银子变为渣者 就当然是银子 银子是这个货币 它是这个不纯 这个是造假 对不对 酒用水参对 那当然其实这个就是 把这个酒参了水 以至于这个卖更多 这也是一个不公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看见 在交易的这个环节中间 如果行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同样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当我们把旧约 圣经中间这些上帝 对土地 对作物 对牲畜 对食品 对交易等等 这些摊开来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上帝其实非常看重 我们吃什么 我们怎么吃 我们怎么制造 我们怎么营运 我们怎么买卖 其实在上帝的眼中 他都有一套法则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活在这个法则的中间 我们就会是蒙福的 今天如果我们是逆向而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很多我们污染的 最后会吃回到我们自己的肚子里面 我们在产销中间的 这个我们过度的添加 它其实可能有口感 可是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可能我们在产销上面有一些不公义 这个不公义是不蒙神所喜悦的 最后其实我们整体是没有办法活在蒙福的状态中间 我们看见在华人的古老的智慧中间 李运大同篇 我们就觉得很有趣 这是古代人对理想世界的一个期许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等 那其中有一个呢 他就说 国父上李鸿章书的里面也说 人能尽其财 地能尽其利 物能尽其用 或能尝其流 我们会看见 其实他在这个理想世界的里面 他有一个非常看重生产 一直到物流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流通的一个观念 我们说这个都是古代或者是先贤 对一个社会 他能够让大地的生产 然后正确的制造 然后流通的这个物流 一直到供应到人的真正的需求里面 其实是有一幅理想的图画的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重新思考 明以实为天这个主题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从上帝怎么样看 这一切的事情的角度来思想 今天针对明以实为天这个主题呢 我有两个题目给大家来做思考 第一个呢 我如何以上帝的眼光 来看所造的大地与万物 并且以此来用于在我的职场 那也许我们会觉得 我们的职场跟这些事情不见得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多多少少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关怀这件事情的时候 比方说 其实我们从客户端 我们究竟买什么样子的产品 其实也会整个影响市场的一个发展 那如果我们参与在这个制造流通的环节中间 我们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去制造 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去流通 其实这是我们可以思想的 第二个题目是 我如何善用上帝赋予万物的法则 施法自然来完成手中的工作 我们古代的这个智慧也说 我们要法天 法自然 所谓法就是效法 就是学习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上帝创造整个自然界的时候 其实已经把一些生存的律 然后丰盛的律 以及物质流通的律 放在自然界的里面 我们怎么样能够看见其中的法则 而我们从这些法则中间有所学习 然后在这些法则中间 再来完成我们人类治理大地的这个责任 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重新思考 我们可以从大自然的学习 今天我们这个民以食为天 我们思想上帝看重我们吃什么 我们如果在我们的职场中间 有一些环节是参与在这个领域的里面的时候 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能够用祂的法则来治理大地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向祢献上感恩 主啊 谢谢祢不但创造人类 主啊 把治理大地的权柄赐给我们 主啊 让我们可以 主啊 照着祢的心意来管理万有 主啊 包括土地 包括植物 包括动物 主啊 祢都已经放了奇妙的法则在这个里面 主啊 求祢让我们可以用心的去体会 去明白 主啊 而且顺着 主啊 祢自己的法则来经营来管理 主啊 祢实在看重我们吃的是什么 主啊 以至于祢应许以色列人所到之地 跟他们的吃有关系 就是流奶与蜜 主啊 我们谢谢祢 主啊 祢也把如何 主啊 治理大地的法则放在以色列人的律法的里面 主啊 祢也帮助我们熟悉 主啊 这些法则 主啊 以至于我们今天 主啊 在祢的真理里面来治理大地的时候 我们带来的是大地的恢复 主啊 我们带来的是万物的复苏 主啊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人类跟自然界的友善关系 主啊 以及自然界可以和谐的生存的一个治理 主我们 谢谢祢 让我们不要只是满足自己的贪心 口谕 主要以至于 主要把这些事情 主要带进一个 好像受亏损的一个情况 主要让我们基督徒手中所做的事情 都带着修复自然的能力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